首先一点 我再次重申 郭媒体 还有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 没有在香港任何捐款 所有在香港发动捐款 以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 还有我们爆料革命的 全都是骗子 第二个大家要记住啊 最近几天我一再重申 共产党要发动一个绝大的一次对我们爆料革命的 所有的战友们的一次攻击 无非是挑拨离间 照谣声势 不要被转移视线 现在就一个目标 就一个任务 香港危机真相的传播 就这一个 第三个我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 爆料革命的战友们 我们的原则是 绝不支持暴力 反对暴力 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所以说我们的反共 因为共产党是暴力集团 黑社会集团 战友们千万别上当 他们正在试图把我们很多战友带入一个泥坑 造谣 引关注点 然后把我们拖入到所谓支持恐怖组织 这个悬活里边去 大家千万别上当啊 千万别上当 另外一个 共产党有完整的计划 将他们更深层次的沉默力量 带动我们去转移视线 和把我们推出到和美国川普总统 罗比奥参议员 和美国支持爆料革命的战友们 以及和每个国家的关系进入矛盾之中 香港所有的同胞们 我今天是第五个给大家重申 香港的战友们 我再给你们重申 千万不要上上劳工的当 不要裹入到暴力的里面去 不要被他们陷害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我告诉大家 你们一定要相信 在美国赢与不赢 核心在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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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说一遍 因为在国会能不能立法通过 决定了香港人的命运 和香港运动的结果 香港同胞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 很快你会看到结果 香港不但通过人权法案 接下来 对香港的所有自贸其地位 对香港的官员一定严加制裁 我向你们保证 我向你们保证 最后一条第七条 国会的全部的兑现以后 全世界 将发出你无法想象的声音 只有灭掉共产党 人类才有未来 只有灭了共产党 所有问题才能解决 到那一天说 香港将是世界的香港 民众人类可以 产党